詐騙集團成員全都蹲在地上 雙手抱頭 被警方呵斥 什麼啦 什麼啦 這怕多東西啦 屁股倒地 放下 屁股倒地 屁股倒地 腳三直 完全三直打開 他們全是詐騙集團車手 被員警發現後就汽車逃逸 躲進新北市吐稱這間廢棄空屋裡 當場被警方抓個正著 首腦方姓祖賢也在臺北市的租屋處 被警方逮捕 方姓祖賢蹲在地上 被三名員警緊緊抓住 他當時正要回家收拾行李 準備逃亡 警方查出 他吸收三十名年輕人做車手 透過網站或LINE 假網拍買賣 等到受害人付款就馬上失聯 方姓祖賢還要求成員 讀孫子兵法 原來防險 手賭孫子兵法 用來精進 詐述 新戰攻防以及逃避警方的罪氣 年僅二十九歲的防信嫌犯 是竹聯邦名人會副會長 也當起詐騙集團首腦 詐騙三十五人 金額高達五百七十萬元 還有成員拿騙來的錢 拍炫富照 當時拍照的態度囂張 和被警方逮捕時的窝囊 反差很大 暫力新聞 鄭翔 連續敏娟 台北採訪報導 天一點多馬路上冷冷清清 兩臺車突然放慢速度 像是在等待什麼 裡面七八個人伺機而動 沒多久白色轎車火速離開現場 車裡載的男子心臟糟痛 嚴嚴一息 上個月五號萬華水門外傳出命案 警方向上追查 卻意外抓到案外案 被移送時一臉不悅 他是竹聯邦雷堂旗下 名人會防信副會長 這次小弟犯案真的雷到大哥了 害他也跟著落網 其實防信副會長 過去就曾經指揮小弟 搶壓拘禁被害人討債 他則在螢幕後隔空下指導期 防信主前就連犯案都講求科技化 向他旗下的幫眾去討債的時候 都要像這樣 用手機向他視訊回報 讓他隨時掌握討債進度 不只討債 防信副會長甚至還會用 各大社群網站 來開拍賣直播詐騙 腦筋動得快 就是因為他還有個直播主老婆 只怕時光滿血吧 不要再願意變老了 冰頭銜甜蜜獻唱 馬信直播主Y型甜美 號稱是華裔Angela Baby 不但曾留學加拿大 還曾入選女團培訓 卻走上外路 不但曾經偷閨蜜證件 辦iPhone 最後還成為黑幫大哥的女人 腦筋動得快 連犯案都要跟上時代 卻沒想到因為小弟再次招待 更意外揭開黑幫大哥不為人知的犯案喜好 三十文字眼龍高中的印太平報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